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一支 今天我们要看加勒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那今天我们要看是哪个字呢 是事情欲的事 那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ergon ergon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ergon它的意思是说 如同讲到是一个人的工作 所以他在这边形容是说 如果情欲你让他去工作 他二十四小时 他就会一直要把你拉到一边去 去完成他的工作 就是这一个 他的功能 他的工作就是要带出血气的 如果你不活在圣灵的大门里头 你就会活在血气 你就发现通常一个人 变招是越来越糟 他的脾气越来越坏 他的情欲越来越糟 所以你看在这一边 一个人他通常是怎么样子 他说他办外遇 外遇不是突然间听的 我要外遇 那情欲都是点点滴滴放纵他 就那一个的先从照片开始跟着多聊天 开始约会 开始每一天简讯 然后最后就产生了 所以行在圣灵里头跟行在邪气里头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如果你让这一个情欲的事 他的工作继续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就要小心 但是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不要怀疑什么东西是情欲 其实你知道 我知道 让圣灵来照顾我们的生命 每日一字 我们下次再见